我们来多看一下跟Indigestion by Part第二形态有关的一些例子 那像这个Arctangion跟怎样 下个例子Nature Log 2s加1 那它同属也是什么 我们大概常见的第二种形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rctangion你发现说你基本功是没背过嘛 那用变数变化你也变不出来 所以以这个来讲我们也是执行Indigestion by Part来试试看 那因为Arctangion是不好机的 所以以它来讲我们要用Indigestion by Part的话 Arctangion不是首选就是我的U了 那谁是DV 剩下的这个DX就是DV了 那如同前面我们介绍过的那个例子 DX可以视作为E乘上DX 所以我们把它认为DV的话 事实上是好机的 所以我们就认为U会等于Arctangion X 那DV就是我们的DX U跟DV都出来之后 我们记得去求DU跟V分别为多少 DU是Arctangion X对X作为分 所以一维为出了什么 E加X平方分之1DX DV等于DX的话V就是等于多少 X嘛 因为DV等于E乘上DX C对X作为分会为出E 那所以V就是什么X 好那我们U抵V出来 DU跟V也分别出来之后 公式是谁 积分U抵V 积分U抵V等于UV 在这边扣掉积分的V抵U 写清楚 那你公式事实上套用非常的简单 也不会搞混 所以变成Arctangion X 再扣掉积分的V抵U V抵U 所以变成X乘上1加X平方分之1DX 你发现后者你能不能做积分 后面的话X除上1加X平方 我们做积分你发现说这个什么 用变数变换就可以出来了 令谁位U 令1加X平方等于U 就是分母的部分 那对它作为分就可以为出什么 2XDX 所以这边就可以做积分了 那由于这个是个变数变换的过程 所以我们把这边画线 把这边蓝色的画线 蓝色的部分我是用变数变换 所以我是令什么 U等于1加X平方 我可以知道说DU就是等于多少 2XDX 因此我可以知道谁 2一向过去2分之1倍的DU 就是等于XDX 所以你发现说1加X平方被我置换成跟U有关了 XDX可以被我置换成什么 置换成1分之1倍DU 所以以这个来讲 蓝色线的部分积分 X除上1加上X平方 DX 可以被我换成是谁 XDX自换成1分之1倍DU 2分之1是个常数 我们提出去 那剩下的呢 就是U分之1嘛 U分之1一积变成Nature log U 因此是2分之1倍的Nature log U绝对值 再加上C 那U是我射出来的 所以就是2分之1倍的谁 Nature log的1加上X平方 就是后者的积分 所以你发现说后面的积分 我们事实上已经会积出来了 那前面就是两函数相乘嘛 所以我们原本要求的那个就是等于谁 这个就是等于X 然后再扣掉什么 2分之1倍的Nature log E加上X平方 再加上常数C 好 就是我们 你发现说Indigation Bypass 就是原本把一个 一个函数 我们基本公式变数变换 变不出来的情况下 使用Indigation Bypass 把原本不会记得 变成两函数相乘 扣掉个新的积分 那这新的积分 那我们有可能利用什么 基本公式就可以出来了 或者你必须怎样 用到变数变换的方式 也能积出来 那最终结果就结束了嘛 因为他的积分 总换成他 乘上他 扣掉另外一个新的积分式 新的这个积分式呢 我们又能做出来 又能积分的话 那是问题就解决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个例子 那所以你看 以这来讲的话 你变数变换够熟悉的时候 事实上你可以直接跳步了 你不用再慢慢写了 你可以仔细就是什么 积出这个结果 我们看底下这个例子 Nature log2s加1 我们对他做积分 你发现说 Nature log是不好积吗 所以我们就把它 是认为谁 把这一坨认为u 剩下的这个dx 我们就认为是什么 dv 试着做做看 所以令 u会等于 nature log2x加1 那dv就是等于dx 接着我去求dv为多少 dv是他对x做为分 所以意为为出2x加1分之1 为完了吗 还没有 请注意我们只为掉 nature log里面再对x做为分 所以意为剩出2dx dv等于dx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v就是x 可以吧 我们这个流程 你应该是这样 越来越习惯了 那积分u抵v 会等于多少 uv 扣掉积分v抵u 所以uv 所以x nature log2x加上1 再扣掉积分的v抵u v抵u 所以变成2x 除上什么 除上2x加1dx 好 变这样 那你发现说 变量函数相乘 再扣掉新的积分 2x加1分之2x 这个该怎么积 那我们也是一样用变数变换 那其实积这个东西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你可以补个什么 加1-1 加1的话 然后再把它拆成两个分数来看 加1-1的时候 2x加1除上2加1变1 1对4积分 会不会积 会 那-1的话 2x加1分之1 我们一击变成什么 跟nature log有关 也可以做了 那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试着用什么 变数变换来变变看 跟上一题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画蓝色线 这个我们用什么 变数变换 那其实在先前章节变数变换 事实上 我们应该有交过类似的例子 另谁是u 我们另分母那个部分为u 另u等于2s加1 接着我们去求differential 所以du会等于谁 他对x除我一分 所以一为为出2dx 那既然为出2dx 之后我们做个一项 原本是什么 这边是2 dx的话 du除上2就是等于dx 好 所以dx我们换掉 但是你发现说分母被置换 分子还没啊 2x 那所以因为u等于2s加上1嘛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多少 u等于2s加1的情况下 2x会等于谁 2x会等于u-1 好这样 所以整个题目 我们已经事实上可以被什么 被u做代换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积分的2x除上2s加1dx 会等于谁 他会等于分母的部分变成u-1 哦 讲错了 分子的部分变u-1 分母部分变成u嘛 那后面的dx就是变成2分之1倍的du 哦 变这样 那我们可以猜成什么 两个分式 所以他等于2分之1倍的积分 1扣掉u分之1du 那正的问题 分开积分再做相加减 所以变成2分之1倍的u 再减去2分之1倍的nature log u绝对值 加常数c 由于u是我射出来的 所以是变成2分之1倍的2s加上1 减去2分之1倍的nature log 2s加上1 再补常数c 所以蓝色线的再积分 哦 我们是用什么 一个变数变换技巧 那不过在这边会 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 哦有可能遭遇到像这种类型的 另复杂的内围函数为u 我们另2s加1等于u 之后呢 你发现说积分指标代换完 还有剩余的 那剩余的 那剩余的事实上跟我们 另成u的东西事实上有相关 哦 我们做个一项事实上就可以搞定了 好那所以蓝色化线的部分 我们能积了之后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最终我们要求的 求值是就是等于谁 x乘上nature log的什么 2x加上1 再减去1分之1位的2x加上1 再减去什么 1分之1位的 nature log 2x 加1 好 最后再加c 好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了